我發現新竹市長也有第四組候選人 那叫柯建明 我看他現在很激動 已經到那個叫 失歇敵敵地震的程度 大酸綠營立院剁手 柯文哲護航高宏安 key put put 傳出鴻海創辦人郭台銘 也不捨愛將接連哀棍 決定出面立挺 我不曉得 我很久沒有跟郭董見面 還沒去問他 我黑成這個樣子 我才不相信郭老闆不會生氣 刻意把郭台銘和高宏安 緊緊相連 而遷洗他們緣分的 不得不提這個人 今天我敢說上千人 可以玩這個工業大叔 工業人工智能 他正是高宏安 美國星星那提指導教授李傑 不過現在這個名字 卻赫然出現在 中國千人計畫名單中 中國的千人計畫 已經被證實為 就是一種統戰 甚至被懷疑 是不是在竊取相關重要機民的 這個業界秘密的 這樣的一個計畫 所以高宏安的指導教授李傑 是不是千人計畫的最途逼 千百人之一 我想真的必須深究 中國在2008年推出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畫 簡稱千人計畫 透過各種利用方式 吸引各國專家學者或專業技術和管理人才 以及掌握核心技術產業領域的戰略科學家等 但許多國家認為這根本是間諜養成計畫 美國就曾經逮捕千人計畫的相關人員 網友做梗圖 笑稱高宏安背後的老闆兩岸一家親 指以李傑負責幫習近平培育親中分子 根本就是一條紅色產業鏈 今天如果高宏安當上新竹市長 大概我覺得可以合理的推論 李傑的他的恩師 一定可以在這個新竹的市政相關的議題當中 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 未來會不會中國會不會用千人計畫的名義 要求你去來到新竹去挖掘更多的人才 這樣的顧慮不是沒有道理 擁有科技背景的高宏安 原本的加分卻因恩師疑似是千人計畫的一元 反倒為台灣護國神山買下一大隱憂 因為你新竹的移民如果是到底真的 要我們總是要了解清楚 這博士論文完全大量抄襲 在亞醫後援會演講場合上 公開指控高宏安的博士論文 有涉嫌抄襲之嫌 立委柯建民除了話說得很重 也要求資測會必須調出相關資料 另外也在臉書加碼要跟高宏安說 資測會是經濟部所屬財團法人 並非你所說的純私法人 不是如你比喻的上市公司台積電 還提到資測會當年由政府及民間共同捐助 雖然政府捐贈比率不到四成 可以迴避立法院直接監督 但董監是由經濟部指派 政府有實質控制力 資測會每年接受政府的補助 捐助 科技專案 研究計畫 每一分錢都需要經過立法院預算審查 高宏安連這一點都不知道 立法機關 民意代表機關 本來就有監督行政的一個責任 我真的很建議高宏安講清楚 講明白 博士學位論文們真硬 並沒有因為高宏安上週掉淚枯塑而降溫 反而持續延燒 高宏安強調他申請進修博士 是屬於當年資測會 半年期國際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預算是來自業績盈餘 進修學費更是自掏腰包 沒有一分錢 都是公堂的說法 我想 科建民總召 你這麼資深是一個立法院的總召 我不知道你是故意裝傻 還是你的程度就只有這樣 從資測會一路延燒到立法院 高宏安論文門爭議 在選舉進入倒數階段 綠白陣營各自解讀 我們是不是學員現在已經進入到了 綠色恐怖元年的這個狀況 謝謝 謝謝 對 昨天記者會都有講過了 謝謝大家 記者狂追問 民眾黨立委高宏安 就是不正面回應 倒是他決定不忍 不吐不快 這是一個高度專業的 你的力量養成 事實上是有限的 即便跟你行在市長 你這樣要守美講的一句話 大家都不相信 你搞得下去嗎 立岳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直指民眾黨立委高宏安 要參選新竹市長 根本不夠格 高宏安委員 請你好好思考一下 你每次發言 就狡辯 這次會再也不敢聽他 為了他陪葬 很多事實都要攤開來 柯建民不滿開炮高宏安 認為他始終不把資測會爭議 說清楚講明白 還回擊說 現在宛如綠色 恐不圓年 他知道什麼叫損心正義嗎 他知道白恐是怎麼樣 所以你的面痕底氣不夠 不要亂講話 一直自負其短 寒話要高宏安必須誠實 接受各界司法檢驗 如今更被發現 26號他明明說 沒用任何一毛公帑 27號卻變成 2012年因主管衛留 代職前往美國 交通費依規定 由公司來支付 剛才是高 機甲 訪員逃避 那陳惠勇呢 專業認真啊 誠懇負責啊 這種強烈的對比 難道新竹市民 你會看不懂嗎 資策會生意 如雪球般越滾越大 意外波及高宏安 年底逐世選情 你這個很高啊 你這個虛假 甚至訪言 那現在沒有 現在加一個 逃避的問題 立委民進黨團總召柯建民 毫不客氣 痛批高宏安 方案是高 虛假 你會有專業認真啊 這種強烈的對比 難道新竹市民 你會看不懂嗎 老柯我也認識大概二十幾年 平常 你有看過老柯 在公開場合 這樣打哪一個 立法委員嗎 我知道他最討厭黃國昌 可是也沒有 也很少也沒有看過 在公開場合 用這種 攻擊性的資源 高宏安 包受一連串批評 自家主席柯文哲 想幫也難 他跟老柯 跟我 小柯 關係也不錯 人家說 你要打高宏安 好歹看看後面兩個老闆 老實講 我對柯建民 這一些 舉動 我是覺得很奇怪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有多奇怪呢 上來 除了立法院議事攻防 不輕易出手的柯建民 罕見連續多天 青少火線 劍指高宏安 民進黨機器 更動得厲害 展開一連串 更突 抨擊 從高宏安 佔學歷爭議 再到他不懂新竹等 打好打滿 畢竟民眾黨 縣市長提名四席 唯獨高宏安 後世看長 加上新竹市 是柯文哲故鄉 一旦搶下 對柯文哲 2024 總統之路 無疑注入一記 偿心針 高宏安或者說民眾黨 或者說柯文哲自己 2024年選舉也好 或者是今年的選舉也好 能夠拿到比較多的選票 大概都是在中間選民 高宏安變成是一個 主要的這個假想敵 大概也都是 企圖是要在中間選票 或者是在淺綠選票 這一塊來講 做一個保衛戰 高宏安新竹這帳贏獲書 對民進黨柯文哲而言 都是2024前竹竹的關鍵指標 民眾黨新竹市長 參選人高宏安 拿著一本書 站在新竹州圖書館拍網美照 卻被網友發現 其實他臉書上不少打卡熱點 其實都是智慧的政績 民進黨新竹市議員 劉康彦在臉書PO出對比照 從2015年新竹州 聽前噴水廣場 2016年護城河警官改造 2020年田徑場 火車站前廣場 近期2020年 完工青草湖環湖步道 沒想到高宏安 變成是否最佳代言人 高宏安候選人 這一陣子 不管是宣傳的競選影片 或者是網美照的打卡 每一張 都是我們8年來 市政努力的成果 是新竹市政府團隊 沈慧紅 跟民志堅市長 努力認真的成果 就算是平日 還有不少遊客入園 看看河馬迷口 新竹市立動物園 近年重新開園後 也成了許多遊客 來到新竹市 必訪景點之一 棒球場投手球 重新設置 內野改善紅土鬆軟 草皮區8月開始 澆水養護 新竹市府今日公布成果 觀眾席牆面 改成深色系 讓打者不再不灑灑 另外觀眾席 四樓看台區 欄杆加高10公分 頂樓走道扶手 也都安裝完成 大大標語 新竹光榮 我帶頭 新竹市議員參選人 掛上看板 還有林志堅照片 在地綠營 似乎不受論文事件影響 展現團結氣勢 用實質政績 修復選情 請請你張介文 請問